大家好,我是明日丁丁丁,欢迎回到这个频道,陪你读懂爱情,高懂自己,今天在我旁边的是田天峰老师跟Rofika老师 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是宋波,那首先想请两位老师帮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Rofika,基本上我是初心宴的主理人,我是田定峰,我一直做音乐做了30年之前做流行音乐,现在做宋波音乐 那两位都是在业界非常资深的前辈,所以今天其实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了 那第一个想问老师就是到底什么是宋波? 也不能说流行,就是大家对这个发出声音的东西非常感兴趣,然后觉得他很神奇 他就是一个会唱歌的玩 首先呢,宋波他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他是铜制的,然后他跟其他的金属合金 那当然每一个制造宋波的制情师,他用的比例不一定相同 所以有一些会很重,有的很轻,有的甚至是机械,就是用锯去做的 所以我们做机械波,这个就是手工,你会看到他不是很平审的圆弧的 就是这边有一些凹痕是吗?因为是这样敲出来的 对对对对,他是用Homming这样敲的 那手作比较贵,当然 那能量上会有不一样或发作的声音? 真的,风哥来帮我们敲一下,他的声音 一听就觉得好疗愈 那如果你用了注膜波,基本上他没有这个振动 他的振动不够强,音波不够强 所以他对人体的帮助就会比较少 可能就是听起来也是清脆嘛,可是他的那个泛音的那个音波长度不够 其实机械波也是很滑,摸起来也没有问题 对,机械波声音是没有问题的,那机械波少了就是震动 第一次体验宋波也是在米艳人风哥的这个宋波课程 然后那天的感觉就是睡得很好 而且那个睡很神奇的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睡着 但是我醒来之后,旁边的人跟我说你刚打鼓很大声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而已,然后可是一看熟,我就想 我睡了半个小时 这个其实非常的正常 因为宋波呢,他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他可以绕过你的意识去跟你的大脑沟通 我现在要去做什么,现在在想什么 那个都是你大脑一直在运作 可是如果你把意识切掉的时候,直接跟大脑沟通的时候 这些你脑袋在想的东西,可以慢慢慢慢会见 可是你的意识还在 他去处理你的大脑,但你的意识是在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没有啊,我们没有睡着 可是你的身体是睡着的 因为你的大脑那时候,他用宋波的音波证 在跟它共振,在产生作用 你可以想说,那变成有两个你 一个是在看着这个在睡着的你 那个意识是分开的 以前都黏着在一起 但是分开的方法就是,你开始变有观照的能力了 哦,然后其实你的身体在休息 但是你的意识好像在另外一个维度的感觉 我后来啊,真的买了一颗回家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难睡的压力大 那一天晚上很难睡,我就把波放在我的胸口前面 然后我就自己敲一下 改善我睡眠的一个很棒的方式啊 那当然我知道那个宋波除了改善睡眠之外 它其实对这个身体啊,痠痛啊 或者是这个消化不良啊 都会有一点帮助我们 当我把它放在身上的时候,我去敲它 它是不是就会有震动? 震动 那这个震动就会透过我们现在敲到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皮肤 然后我们筋膜 甚至到骨骼 你的肌肉都会被震动到 那我们人体70%是水分 当它震动的时候 这个水分就会冲刷 那我们有一些在经络的阻塞 有一些能量的阻塞 它其实就会被冲过去 它就是阴波 其实它很科学 就像我们在造超阴波 反射出来的图像 它就是阴波的反射 它的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 刚刚风哥不是讲它那个影像吗? 那个影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震动频率 它走到一个同样的频率状态的时候 那我就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调频工具 那我们会直观感觉那个声音对我们的感受 那我们就会渐渐的调频到 那个感受所给你的一种一致性状态 比方说我听了这个声音 这个当的声音我觉得舒服的时候 我会去跟它同步 它不只眼音 就是我们可以听到 它这个眼音很长 然后你听不到那个声音 它正在处理你的脑部 所以不只是耳朵实际上听见的 更多的是耳朵其实也听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那就是overtones 再来讲问两位老师这个 宋波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它跟宗教有关系吗? 其实宋波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一个刻板印象的 但是我自己是藏传佛教 那我也问过我们的人波浅 他说我们西藏没有松波 但是如果现在去西藏 你可能会看到松波 它是从尼波尔过去的 因为现在很流行嘛 所以呢西藏就真的有一些松波 但是如果我们以文化脉络来讲 它跟西藏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它其实在西马拉雅山这一带的国家 藏起拿来做什么呢? 藏起拿来做成饭成菜的一个工具而已 就像这种类型的 你应该是说以中国文化底下的石器 那我想知道就是 大家发现它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 这个源源是什么?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吧 就有一些欧美的人 他们去到了这些国家 突然发现这个波浅 很特别的声音的震动 然后就带回去研究 因为研究这种另类疗法 欧美的进展可能有找我们四五十名 然后甚至它可以促进内心的变化 然后甚至身体的变化 所以我们的内心健康 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这二三十年 就透过欧美的这个疗愈室 事实上松波这二三十年才欧美 其实已经非常的流行 那它是被用来 再去对治我们人们的身心的健康 很多很多的论文都证实 它确实是有帮助 那再来可以请老师 帮我们简单操作一下松波 要怎么使用 轻轻地瞧 不要大力瞧 我们就轻轻地瞧就可以了 我们去感受这个声部的震动 跟这个声音 诶 没感觉到 瞬间这个空间平静下来了 这个在静心上非常非常好用 接触到松波之后 我用一颗波 就把我带入那个冥想的状态 因为它声波它会带领 所以它会切掉我们脑袋在想的事情 切掉切掉 最后我们就进入那个冥想的状态 我觉得像开关也像钥匙 脑中的失去太多 太多 那没办法进入冥想 也是失去太多 那如果可以让这个松波 它成为一个像辅助工具的话 就是帮助大家 它这个会是一个很好 辅助工具也好 媒介也好 对对对对 尤其现在人的压力跟情绪 我们都不用挡 走出去我们要 问对这么多的事情 都在拨斗 其实我们的头脑会知道说 我要理性去处理 可是 这些情绪都在了 它并没有出去 因为情绪是跟水比较有关系 哦 对对 你刚说这个身体70%是水的原因 所以你的水平滞 或者淤积在哪个地方 你的情绪其实是很难吸取的 所以那个流动就不够了 所以你的这些情绪 你的这些压力 就可以透过你身体的水分 去让它疏通和排解 它就是身心吸尘器 每天都要去吸尘 对对 可是我们内在都没有在吸尘 某一天到某一个 拎不住的电脑就爆炸 就爆 内在深度的工作 跟送波 它要怎么样的结合 送波的音频 它有很多种 但是呢 它常常不在我们熟悉的音节里面 不止基因 它还有泛音出去 所以它不会只有撕掉 它还有砍掉往上或往下 所以这个不准的状态 那你应用在你的静心里面 它其实是很直接的 哦 绕过头脑 绕过逻辑 直接对 你不要用你的头脑 你要放掉你的头脑 是是是 对 你不是你的头脑 这样的训练 用语言去理解 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但送波可以直接 就我们说的直观 那直观是 其实很原始的一种 往自己内心探索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它都是感官的接收跟发射性 你要用这一个你拥有的这些工具 也要比如说生意 然后去接触这个媒介 这个工具 那它进来的时候 你会直接去感受它带给你的本质 就比如说上蓝的仪式当中 有时候会挑起很多内在的情境 故事甚至业力 它都会转换成 我们看得到 我们听得到 我们感受得到的东西 但是它又鲜泄出来的时候 但是我那个波有时候一抹 它就会慢慢的消融 那消融是什么 就是和解 你不再去觉得那个东西很让人害怕 有时候我们不敢往我们自己 里面是我们不想要看 我们里面那个位置的东西 我害怕吗 我不想看到 我不想闭上眼睛 甚至感觉到那个很混乱的状况 其实也让你害怕 所以在上蓝的工作里面是这样 所以我会用宋波 来平静整个场域喔 里面包括人事物都会因为它 而改变那个震动 那当然改变震动就改变频率 改变频率就改变能量 或者我们说比较原生的一种气音的工具 我自己认为宋波是一个 现在最快可以改变空间的频率的 敲然后走一走 将这个空间的频率 做点改变做点调整 或者是说我们让它可以更协和 这个你可以放包包 女生带出门 很多艺人出门都带多 为什么出门要带多 他们要表演到处跑去 第一个他要稳定他自己的情绪 然后也许他有时候会紧张 有压力 他立刻去处理 那什么最快 波最快 你如果常用同一个波 那你就跟它产生了一种连结 会帮助我们去重拾我们日常的仪式 那仪式不是一定要进入 你认为的那种 我们说像宗教这样 其实你的日常生活 才是真正的宗教仪式 就找到自己安定的方法 生活才是宗教 这是真的 但是他陪伴 甚至你需要用他的时候 他可以去用出他最好的力量给你 对那这一个波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修复 一个方式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 来修复你的能量 而且你们像内探索 对 比如说有一次我看你一起节目 就是这样子讲渣男 感情是不是一定要专一 其实也不一定 其实我还蛮支持你 对 可是我们要去了解 为什么 它的源头是什么 是我害怕情感 还是害怕关系 还是害怕什么 我们可以向内去探索 还是我本来觉得是自由的 为什么我要被所谓的世俗的关系去绑架 是 这个都是 你可以用这个波曲向内去做扣文 你可以去跟自己探索的一个工具 至少可以越来越活出真实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我们往往因为害怕恐惧 焦虑 而去做不见得自己愿意的事情 爱或情感 它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的 流动的 对 所以在这种流动中 反而我们透过 我当然不是说它是唯一一个工具 但这个工具 其实它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明白了 如果你真的要深度工作自己的话 在今天之前喔 我本来也以为学习宋伯啊 可能就是学我们怎么敲老婆他的声音 但跟两位老师聊过之后 宋伯其实是有一种心法 是 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心法到底为何 然后如果要深入学习的话 应该从哪些方向去 生命就是一场仪式 尤其是你的生活 他的心法首先透过很简单的动作 而且是真正的修炼是以最少的努力 可以承载最大的力量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这个疑问是 宋伯不就敲敲打打就好了吗 有声音就好了吗 但相信看过这支影片之后就会知道 当你有一个心法 或是一个流程 或有适当的引导的时候 宋伯能帮助自己 或帮助身边的人 能做到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 那当然今天找两位老师来 最重要的是因为 这个苏星圆跟身尖石书 联手推出了 宋伯疗愈 成为自己的生育疗愈师的线上课程 而且我们这一个课 就是这样 只要用一颗波就好 因为我们常看到 这种厉害 用一颗波就好 然后我们会从理论开始讲 对 就是这个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去帮助你 所以理论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物理开始讲 然后讲到心法的 其实你再把这些课程 33堂 这么丰富喔 33堂 而且不止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生育疗的专辑 你可以选择助眠 你今天就想要做一点 跟大地母亲连结 我们就可以做 我今天就想清理麦伦 我觉得你们太佛了 我替你们感到担忧 这个课程 就是以这个波为基础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配套 好的完整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去外面买的波 适不适合 怎么用 正因为不一样 不会 这些问题 这个生肩时数 跟初心愿 都帮你一次解决了 对 然后我们的课程 其实是说明书 对 非常的完整 两位老师果然这个经验老道 这什么 什么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是的 就看你准备好了 哈哈哈 你想寻找一个这个 送播的入门课程 或是你想要有这个声音引导 或是自己想学习送播 然后帮助身边的朋友 然后甚至是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 就是压力比较大 比较难碎的 我觉得送播这个 很实质上面的帮助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呢 这个米露的观众 我们会想有 米露的专属折扣码 在这边 只要输入这个折扣码 还可以在这个课程上面 再折价200块 当然这个是限时限量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看完这个影片 对送播有兴趣 然后真的想学习的朋友 准备好的朋友 影片看完就可以点 影片的资讯栏 然后去这个 连结页面 输入折扣码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播 跟一套 33堂 非常超时的课程 这真心不骗 因为去外面上课 真的不止这个花费 那今天真的非常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米露 谢谢 然后有一段话 特别想跟风哥讲 因为我以前就是 写音乐评论 那风哥一直是 这个业界的前辈 前辈制作了很多 好听的音乐 然后当看到风哥在 在现在啊 又也是在做音乐 实际上是这样 只是他换了一个 形式跟一个明界 那一样是在 用音乐了愈大家 用声音了愈大家 所以我自己觉得 觉得非常感动 谢谢 那以上就是这支影片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订阅米露的YouTube频道 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